有这么一个国家 第一次参加世界部 就暴冷掀翻未免冠军法国队 成为第二支打进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 这里虽然经济不发达 但却是时尚弄潮的聚集地 每年各大时尚品牌 都争相在这里举办时装秀 这里还诞生世界上著名的汽车拉力赛 雄心壮志的赛车手 曾经在这里上演速度的技巧 这里还有一道名菜叫 花生姜炖机据说十分美味 能让人一口气干掉十万饭 海岸与沙漠并存 激情与浪漫邂逅 速度与时尚碰撞 这就是位于非洲最西端的国家 塞内加尔 虽然距离遥远 但中国和塞内加尔情义深远 中国是塞内加尔最大的花生进口国 中塞两国在基础适时建设 高速公路 农村水利等领域 都有广泛且友好的合作 日前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约翰内斯堡 出席金砖峰会和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并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主持人王冠的专访 他表示 非洲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 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 非洲人民并不富有 但这不意味着 他们没有资格得到尊重 如果其他国家也像中国一样 采取尊重非洲需求的合作方式 非洲将会进步 全世界都会受益 萨勒总统曾多次到访中国 他会如何看待如今的 中赛与中非关系 在南非金砖峰会后 他如何理解 当下加入金砖的热潮 9月8日晚21点30分 走进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 让我们关注国际焦点 洞察世界风云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